再來我們再講這個 蝴蝶夫人 那這個就不用講了 這個在戲劇 在電影我們都聽過了 然後講的女主角就是一個 說實在的被屎亂終棄的 一個日本的 蝴蝶手手 就是她是一個 小女子就對了 被美國軍官平克頓 屎亂終棄 就是這個意思 那 這首很了明的 美好的一日 就是有一天她跟她的仆人叫Suzuki Suzuki說 你不要每天看著外面的景色 我看喔 平克頓這個人 復興人 他不會回來的 你死了這條心吧 蝴蝶就很不高興 怎麼會 別再講了 就唱這首歌來宣誓她的信念堅強 所以這叫做美好的一日 來 我現在把歌詞稍微練一下 來 美好的一日 蝴蝶夫人唱的 在晴朗的一天 我們看見遙遠的海面 升起玉呂清煙 然後那條船就會出現了 那紫白色的船 慢慢地開進了港灣 接著就禮炮轟鳴 看見了吧 她回來了 我不用下去迎接 我用不著去 我要爬上小山之天 等著跟她相見 我不在乎要等很長的時間 從城市的人群中 從城市的人群中 一個男人來了 像個小小的黑點 沿路登上了小山 她是誰 她是誰 她來到這裡 會說什麼 會說什麼 她會圓圓的就喊蝴蝶 蝴蝶 我不會回答 我躲在一邊 既是跟她開玩笑 又滅得一見面子就混亂歸天 而她相當沮喪 喊了又喊 我的小娇氣啊 紛紛的鮮花 跟她以前來叫我的時候一樣 我要敢保證 我不會白等一場的 說起你的擔心吧 我等她回來的信念堅強 就是這樣 從我的朗誦裡面 其實跟這個是有關的 你看第一個主題唱出來 你會感覺她的樂斷是 我們用長鏡頭 看到遠處一裡清淵 然後慢慢拉進來 讓你看到 有眼而近的味道 不相信的話 我們唱一下 然後我用肢體的讓你拉近一下吧 你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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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就是這一段的我含整的主題 有沒有 你恍惚可以感覺到那個是由遠而近的場景 各位 這個曲式的精妙 它是一個主題 我剛講過 音樂的美感就在變與無變之間 不斷增加它的色彩跟能量 是這一個最好的例子 這個曲子 這個旋律在這首曲裡面共出現三次 第一次是這樣 然後中間有一個 它是誰 它是誰 Kissara Kissara 什麼意思 它是誰 它出來 Kirira Kirira 它就說 它會說什麼 所以你們整首曲裡面看到這個就是它在溫厚 它是誰 它是誰 它哪來會講什麼 好 那第二遍的剛剛的 這個旋律就在這裡出現 這裡出現了曲之後 哎呦 我既然是跟它開玩笑 那免得一見面時太高興 就一命歸天啊 既然這個講話這麼有 蓄積性的張力在這邊 這邊的唱法一定比第一次不一樣 對不對 怎樣不一樣 來 來吧 你不明白我愛你 好這時候曲式簡單就是一個ABA 所以第二邊的A出來就是這一段 那這一段你有沒有感覺到跟前面不一樣 前面是在訴說心情 前看啊 在邪警 這一段是寫哇突然間那個 他好久沒有見面那一見面 敬香情去把他敬咖哇 怕移民歸零 所以這時候很激烈的一個感情 就唱得出來 那最後呢 普吉尼的管弦的手法 就算現在鋼琴 就是以現在鋼琴來篩定 他絕對不是只有伴奏用的 等於是兩個聲譜 就鋼琴跟小聲譜是兩個聲譜 所以我們鋼琴的 最後的時候他只用喊的 我心情堅強啊 喊的 結果這個弦力就有鋼琴來表現 所以這是不是有三種層次的變化 都是同樣的主題 所以你看最後的感覺 是他喊出來說 我相信台電會來 我信心堅強啊你看看 不要忘記這鋼琴的收尾 也是前面這個很美的 來 最後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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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的聲音 所以简单来讲 请各位记住这个主题 它怎么样根据情节在做变化 还有钢琴的歌业 这样应该OK吧 来我们以热热的掌声 谢谢她们 我 Stephanie 我们也请请 这首歌 在乎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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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乎的眼睛 在乎的眼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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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